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各位来到合必日语的频道 要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麻烦各位一定要记得要订阅 各位的订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如果你要下载PDF资料 麻烦你上网搜寻合必日语 在我们网站里面的分享资料库当中就可以下载了 万一你记住网站之后你找不到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网站里面这个搜寻的功能就可以找到了 好再另外麻烦各位加入我们的LINE Telegram 脸书还有IG 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和博士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在我们日文当中 如果你要表达难以做到什么什么的 的那个表达方式的最重要的这三个 我们进来看一下 可是各位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无论解释多么清楚 那个都是奇事 最重要的就是例句自百病 你要看很多很多例句 看到不晓得为什么 看到反射动作 看到这个就没看过 我就不选他 要做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会发觉你文法怎么看怎么解释 都好像都是懂非懂 那就表示你例句看太少了 我们常跟各位讲 在日文当中最困难的那一句就是第一句 这个日文系念毕业不一定懂 日文的第一句是最困难的那句 所以你觉得不可以用学英文的心情来学日文 学日文就是不能一直看文法 要多看例句 了解吧 所以你要把这个心情转变一下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各位 我们跟各位 我们为各位所准备的这个解释 就是万中选一了 这个就是精华 其他都没有关系 你就只要记住这一句话 这样就好了 那其他就靠例句 所以不要靠解释 你要靠例句 好就这句 什么来的 这句就是呢 就算心里这样盼望 但是也机会渺茫啊 各位 这个机会渺茫的意思就是 可遇不可求 所以只要讲到什么什么 那代语 就表示可遇不可求 你就把它记起来 可遇不可求 来 比如说你看 それは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です 那个真的太难得了 有没有 很难有 有没有 这一种有 要非常可遇不可求 所以叫难得的 感谢的 所以这个后面为了要加 你看后面加ございます 那ありがたいございます 不好念 所以就变成太 就变成と 变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就是 哎呦 您这样对待我也太难得了吧 就说谢谢 所以就是这个字 很难有 有没有 机会很少 可遇不可求 这就是说がたい 这是最重要的精神跟想法 你把这个记下来就好了 好 第二句 他へがたい無辱を味わった 我品尝到了 你看我品尝到了 这个很难以忍受的 他へがたい無辱 可这种侮辱 为什么叫 很少人能够忍受 这个一百个来九十九个不能忍受 所以这种很难有人可以忍受的这种侮辱呢 我品尝到了这句话 我品尝到这件事情 这个侮辱哦 所以呢 要遇到能忍耐的人很难啊 所以我前几天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棒哦 他说呢 世界上的苦难都不是用来承受的 都是用来品味的哦 都是用来品味的 真的没有错 各位 如果你遇到什么苦难的时候 就不要把它觉得是苦难 就把它认为是一种品尝 你把它品尝它 那你转个心情 你会相信你以后呢 过了这个苦难呢 你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很多苦难 考试没考上啊 什么事情没有做好 现在回想起来就 还好当初那个时候没有考上 还好当初怎样怎样 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台湾的研究所我也没有考上啊 没考上啊 还好没考上 不然就不会去日本留学了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当初可能很痛苦 可是现在回来看 哎呦 还好当初没有考上 还好当初有那个痛苦 对不对 好再往下看哦 第三句 第三句哦 あなたへの気持ちは必烈に尽くしがたい 我对于你的心情 あなたへの 这个A是表示方向 好 所以我往你的 我往你那边去的这种心情 哇 这个哇就是我们要解释的对象 这个心情怎么样 必烈に尽くしがたい 这个尽くし就是做完啊 做完 用笔 跟用舌头都做不完啊 笔墨难以形容啊 一言难尽啊 笔跟舌头都没有办法把它讲完啊 也没有办法写完啊 笔墨难以形容啊 所以呢 我说不行 第五个 第五个 大都市の騒音は耐がたい問題だ 还有这个大都市的噪音呢 是一个很难让人忍受的了的一个问题 耐がたい問題だ 再来 第六个 彼女は近づきがたい美しさを持っている 他拥有一种很难以接近 很少人能够接近他 很少人能够接近他的这种美啊 うつくしさを持っている 所以各位 真的人不要太美了 不丑就好了 就不要像何博士这么帅 对不对 像这么帅呢 就有的人就会怕 看到我就会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稍微帅就好了 不要太帅 太帅就是困る 就有点困扰了 好再来哦 第七个 王岐林、リオのダブルスは 侮辱がたい実力がある 王岐林跟李洋的这个双答は 侮辱 表示呢 没有办法小觑 没有办法侮辱 没有办法看清他 很少人能够看清他们的实力 很少人能够赢他们啊 他们的实力太厉害了 结果呢 まさにオリンピックのために 生まれたペアだ 那真的 まさに正是呢 为了奥运 他们你是为了 为了奥运而生的ペア 就是组合啊 ペア嘛 所以为了奥运而生的组合 王岐林、リオのダブルスは 侮辱がたい実力がある まさにオリンピックのために 生まれたペアだ 各位你要记住哦 歌星的名称 有名人的名称 运动選手 这些人的名称 都不用加先生小姐啊 都不用 你要记住这一种都叫什么 专有名词 只要是专有名词 就不用加 不用加先生小姐都不用哦 比如说周杰伦先生 怪怪吧 李小龙先生 这奇怪啊 对不对 你有听李小龙 你有看李小龙先生的电影吗 哪有可能你有听周杰伦先生的歌吗 你会这样讲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周杰伦是专有名词 不需要加先生 不需要加小姐 你有听蔡依林小姐的歌吗 不会这样讲 那是专有名词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种时候 你就不用什么什么 王岐霖选手 李洋选手 不用 那个都不用 专有名词都不用加 好 再来哦 我们看一下第八句哦 国家オペラハウスは 私のって忘れがたい思い出がある 国家歌剧院的话 对我来说 私とって忘れがたい思い出がある 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 忘れがたい 很少有机会忘记 几乎不会忘记 忘れがたい思い出がある 对不对 这个音乐会这么好听 对不对 走出来花钱月下 気分那些好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 这个怎么说 这个很难以忘怀的事情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国家歌剧院 就有的人就觉得 这个地方很棒 所以呢 那个是真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好 再来 第二大题 各位我们开销哦 那憎是什么呢 它是因为物理 或是生理上的一种理由 而有所困难哦 物理或生理上的哦 好 物理或生理上的记住哦 就这句话就好 物理或生理上的 好 所以你看哦 这个毛巾是因为它湿湿的 所以很难很难烧起来嘛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 对于初级的人来说 日文很难讲得很快 第四个 这个词典因为没有标有中音记号 所以因为没有标 所以很难用 物理或生理上的 因的原因 所以让你产生这个动作很难做 所以各位你要买日文字典 你一定要标有中音 这个单字旁边都会有标中音 所以你看何博士帮大家准备的资料 都一定标有中音 如果你连初级都没有在标中音 就表示你真的你的日文绝对都乱念 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乱念 日文的中音不是零分 就是一百分 没有那个刚好你念对 那刚好你那对那也是运气好 所以你要记住哦 这个日文的中音尤其在形容词变化 跟动词变化之后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千万不要乱念 你如果乱念的话 短句还可以长句就会变成很难听 而且日本人可能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才会花这么多时间来帮大家标中音 为什么 因为要让你念标准的 不要以后 你看哦 你辛辛苦苦学的日文 结果日本人听不懂 或者说人家跟你说你讲这个日文很难听 对不对 这就不值得吧 对不对 所以何博士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呢 帮大家来准备中音哦 那如果呢 你要买日日字典 因为日华字典我就不知道哦 日日字典的话 有本字典叫大慈灵哦 大慈灵 各位这个大慈灵是大型字典里面呢 的唯一一本有标中音的 像我的手机就下载大慈灵哦 那有另外一本新明节日文词典也很好 这两本都有标中音哦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哦 好 第五个外来语 哦 很难记住呢 外来语 还有旧车很难开啦 好 再 第七个 那如果一定要讲 也还可以啦 但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道路因为没有铺设博有 没有铺设好 放送されていないので 歪き 肉依是最好 那硬要讲 也是可以 歪き 日来 也是可以哦 好 再来 第三大题哦 那如果是日来呢 他打算这样做的动作者会遭遇精神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 心惊凶 做得不容易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声がかすれていますので 聞きづらいと思いますが 因为我的声音呢 かすれて かすれて さや かすれる いますので 因为我的声音さや 所以我想呢 聞きづらい 应该很难听 会造成你精神上的痛苦 聞きづらいと思いますが 我觉得应该很难听哦 但是呢 请要多多包含 ご容赦ください ご容赦ください ok 再来 第二个 さっきまで川で泳いでいた魚だと思うと なんだか食べづらい 到刚刚为止哦 都还在河川里面那边游的鱼 本来还在那边游 ていた就表示本来 本来还在那边的鱼 在那边游的鱼 他都 おもと 当我想到这个 我突然要在那裡游 结果你现在叫我吃 我吃得太悲惨 なんだか食べ材 心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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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要讲ニクイ 也还可以 但是呢 ズライ是最好 表示心情上 比如说何博士想 喜欢吃牛肉 可是你叫我要看牛背沙吗 我不要啊 我不要看牛背沙 我不要 我喜欢吃牛肉 我喜欢吃猪肉 不是你叫我看着猪背沙 我不要 他杀完然后给我吃 我不要 所以我不要 那个鱼也是 你吊起来给我吃 我不要 我不要那个 好再来 第三个 第三个 真面目的社員 你 君はクビダ 你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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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解聘了 很难讲 那各位 那当然呢 其实是以ズライ 比较好 以肉也可以 以ズライ 也可以 那这个什么 背起来啦 不用再比 两个都可以就对了 你就把他背起来 背起来 再来 第四个 膝が痛くて歪きずらい 哎呦 膝盖痛 所以呢 歪きずらい 很难走 歪きずらい 那各位你看哦 这个形容词 他本来是一代 对不对 他本来是二 他架上了 区之后 他会再区的 往前倒数 第三个 一二三 所以他就会变成 一たくて 所以变成 一たくて 如果你没有学中音 你这个字绝对 不会念对啦 你一定会念一たくて 你不会念一たくて 所以 你一定要把 日文的形容词 跟动词的中音 把它学好 尤其变化后的 你的日文才会好听 不可能用感觉的 我们没有那个感觉 你永远感觉的是台语是日语 不可能用感觉的 我没有运过这种人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学他 为什么这个会变成这个 这个会变成这个 那个都有规则 不要想太多 那个都有规则 所以你要认真的去学他 好 那各位你看 膝盖痛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 很多人在台湾的桌球室 打桌球 都穿桌球鞋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一定要穿网球鞋 因为桌球鞋是for软垫 正式的桌球场是在木地板上面 铺一层软垫 然后才穿桌球鞋 我们的桌球场 就算有铺软垫 下面都还是摩石之地 也不是木地板 而且那个软垫都不是标准规格 所以各位 我在日本有买过一双butterfly的桌球鞋 台币五千块 拿回台湾穿三次 我膝盖就痛 因为你桌球 发球的时候会跺脚 对不对 你三次你的脚就痛了 所以在台湾打桌球 一定要穿网球鞋 羽毛球也是要穿网球鞋 因为网球鞋才是for硬地 各位我们的羽球场也就是硬地 那个保护力 如果你只穿羽球鞋 羽球鞋也是铺软垫 你知道吗 标准羽球场也就是铺软垫 为了要快速移动 所以桌球鞋跟羽球鞋都做很轻 保护力都不够 你一定要穿网球鞋 网球鞋是我硬地的网球鞋 你穿上去就完全不一样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保护力才够 才可以让你跳啊 怎么跺脚都没有关系 真的差很多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